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未来 电影版花千古首映已筹划七年 很高兴看到阵容 安乐传奇剧组抵制后 嘉兴的老板杨幂开始拍狐妖小红娘 剧组打着雨伞 发表声明停止拍摄 我习惯看著名演员的电影 经常看路透社的电影 我害怕折磨员工 我不希望悲剧就这么悄悄的结束 以至于官方不提供订稿材料 大家都以为花千古还没开拍呢 当演员和工作人员被揭露时 每个人仍然怀疑 机组人员放大并移除了飞行员的拖车 这部电影已经制作了七年 01花千古火爆IP 备受争议的设置组 想把仙侠变魔术的制片人 花千古出道七年前 电影制作团队中没有人相信这会是一场轰动 饰演花千古的赵丽颖是当时的女主角 在《陆珍传奇》中 她饰演一个甜美任性的女孩 演技很棒 她圆圆的娃娃脸是新的审美潮流 但还是落后于一线 白子画或剑华是有许长青滤镜 她的单人实力未知 网络环境还没有成熟 由于所有消息更新缓慢 花千古很可能很早就没有被重视 但情节可能会扭转局面 图片发布后 收视率飙升 吸引了全场观众 最后 收入结清 给公司上市前 之后花千古称霸电视剧 周边游戏结束后 将发布电影版 当他们计划20年后拍摄时 电影团队受到质疑和骚扰 制片人在网上发帖 重拍被嘲笑 因此她是有问题的 制片人讨论了神仙和魔法 她相信没有仙侠电影 未来的拍摄会以魔术为主 作为专业人士 即使其他人不理解 工作人员仍坚持最初的计划 电影改编的第一部预告片 揭示了团队的梦幻般的愿景 女主男配让我开心 男主让我汗流加倍 02成都零赖美云气场 毛子军杀千墨的故事 李成斌的控诉 没有好时好景之几何 就没有林航景 如果这部电影上映 陈都零可能会被认为不合适 当她演林航景时 大家都看到她的演技进步了 意识到自己与青春小白花的默契程度之后 她演绎了新版的小谷 期待值飙升 在成为恶魔之前 她在预告片中带着双发际和白衣 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拿着书呆呆的少女 她被暴徒困在形台上后摔倒了 伤痕累累 她用困惑和仇恨的眼睛向前轻深 陈都零饰演的花千古冷艳博学 女主找她 现在剧组眼光独到 赖美云是偶像 却生来就是甜美少女的模样 唐宝的这个妆容演绎的特点是双马尾变和娇红 杀了漂亮的千莫 铸造了强悍的毛子军 是不对的 预告中 她留着长发 白脸 红唇 别有一番风味 这三个人很适合原著 看了白子画的修改版 就怕电影一出来就被骂了 白子在李成斌的作品中仍然一身白衣 如果不是霍建华 她对白子画的诠释或许还不错 演员无论怎么化妆 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演技实现整容 七年后 这是必须的 花千古的魅力IP 试图相爱相杀 在当时是新鲜事 自从有了玉谷瑶和冲子 她就一点也不落伍了 原定于2021年推出 但由于多种原因被推迟 经过艰苦的努力 她将到达胜利之城 赵丽颖和霍建华在朱玉剧中难敌 但用同一个IP呈现新鲜环境 还是很有意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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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